字幕提供 《詞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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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呢 枯成的內容 是 那個 《詐蓄方法》 哲學有很多的方法 分析的方法 綜合的方法 甚至有些人認為 透過沉思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哲學方式 像蘇格拉底也有什麼 用他的所謂的 蘇格拉底的 教談的方式 他講慘婆式的方式 那也有哲學方法 是用現象學的方法 所謂現象學的方式 簡單來講就是先把你的成見 全部擺在一邊 盡量一層一層的把你的成見擺起來 直接去看事情呈現在你的經驗上面的實況是什麼 這種透過成見的去除 直接去透視事情的本質的 叫現象學方式 我們這堂課呢 不談那麼多哲學方式 雖然 沿路過來我們都會多多少少會用到一些 但是我們不只會針對它 有意識的來討論 這堂課主要是兩種 哲學方法 一個呢就是我們的課名 哲學思想實驗 另外一個呢是 無論如何哲學裡面躲不掉的 叫做論證 今天我們就介紹這兩種我們課堂上呢 的主要用的主要的論 主要的哲學方式 一個呢就是 哲學思想實驗 另外一個呢就是論證 之前我們已經大概說哲學思想實驗 它為什麼 是一個重要的哲學方式 最主要是針對我們的哲學問題 我們哲學者探討的問題 譬如說什麼是真理 而不是某一個領域的真理 什麼是真理本身 什麼是意義本身 什麼是善良本身 探討的就是你最基本的概念框架 最基本的世界觀 看你自己看別人看社會 看整個宇宙的那個框架 那在檢討你的 或大家的這些框架呢 基本框架 世界觀 到底是不是妥當的 有沒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可是問題是 我們的思考就是以這個框架為主 我們感覺事物 理解自己就是以這個框架為主 你如何跳脫出來 看它 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思想實驗呢 因此必須要你什麼 用非常想像跳躍式的方式 去想像一個 可能在真實世界 不存在的處境 然後去檢查 你所抱持的這些態度的合理性 等於是說把你這麼 普遍性的哲學主張 放在一個想像的場景裡面 去測試它 它看是不是合理的 好 那這是思想實驗的 我們為什麼需要思想實驗的 一個很重要的 筆由 我們要看邊 邊在哪裡 好 我們所處的邊邊在哪裡 你至少能夠看到這樣 好 OK Fault Experiment 思想 Fault Experiment 好 那麼最早呢 是由馬赫 Anery Smart 來的 那 從很早很早以來 思想實驗就不斷的被使用 你們可能 聽過 柏拉圖的洞穴之語 你也可能聽過 愛因斯坦的 坐在那個光樹上的什麼 火車 好 那個光樹 樹 栗子 的火車 那有些數學定理 它實在是非常普遍 具有普遍性 好 那麼 討論這些數學定理的 合理性與否的話 它常常也需要是什麼 用思想實驗的方式來進行 譬如說 歐基底的 那個歐式什麼 幾何的 幾個定理有沒有 後來不是被 有一兩個被什麼 挑戰了 那挑戰的方式很多也是通過什麼 思想實驗的方式而來 這是歷史 你們想打斷我 就打斷我 好 不要那麼嚴肅 改天再談愛因斯坦 好 我們 那個思想實驗 好 就不談那個 柏拉圖的洞穴之語了 我們直接來談 兩三個思想實驗 讓大家了解 思想實驗 大概是什麼 好 這個實驗呢 除了你的大腦之外 思想實驗通常不需要什麼器材 也不需要什麼花費 就讓我們來 就除除動動腦之外 其實不需要什麼樣的東西的 近代呢最著名的一個思想實驗呢 大概就是 潘南 P-U-T-M-A-N 潘南的 所謂的 雙深地球 雙深地球也可以 好 他是美國哲學家 Henory Padman 所做的思想實驗 我再強調一遍 好 你可以 你要不要這樣想像 思想實驗呢 是一個 場景 一個實驗室 想像的實驗室 那麼他要測試一個 非常普遍的 哲學想法 有這個哲學想法 把他放到這個實驗室裡面去測試他 看他合不合理 好 所以有幾個動作要先做的 第一個是描繪 建構出那個思想場景 實驗場景 然後呢 再去什麼 描述出 你要測試的那個哲學思想 擺進來 來看看說會有什麼樣子 實驗的結果 這叫思想實驗 這個 大部分跟大家介紹 思想實驗是什麼的 大概都會用什麼 孫生地球 不過台灣很少人介紹這個事情 孫生地球 受測試的想法 大家看我就好 先不要讀那個文字 孫生地球主要在討論的是 語言的意義跟思想的內容的部分 那我們暫時把它想像說 今天集中在思想的內容 思想到底是 怎麼一回事 思想是心靈的一種 之前我們談過了 如果你想了解心靈的話 心靈一般來講被分成三類 一類呢 叫做感覺 癢啊 痛啊 聽覺啊 視覺這種感覺 好 一類叫思想 另外一個叫意識 consciousness 意識是比較麻煩的 我們這學期不會討論意識 我們這學期呢 在下一週開始呢 會專注討論 先討論感覺 再討論思想 然後今天我們來談思想 關於思想的一個什麼 思想實驗叫twin earth 思想跟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這兩類心靈狀態 心靈類別有什麼不一樣 這位同學你叫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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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羅 文如 文如 文如你眼睛閉起來 然後再看我 眼睛張開再看我 你可以不可以不想看到我 你大概很難對不對 好 你眼睛張開來 你可以不可以不想看到我 好 各位同學 你可以不可以現在 不想想到我 而想不到別的事 感覺跟思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是 感覺是 絕大部分的狀態是 你不得不就那樣子感受 你不得不就那樣子聽到 可是思想 而且是什麼 你受到現況 你現在所處的環境的決定 這環境就決定你要感覺什麼 你要感覺到什麼 思想可以超越環境 你現在可以不可以想五千年前的事 你可以不可以想五千年後的事 五萬年後的事 可以想 不管是不是正確的 你試圖想 對不對 你可以不可以想 不存在的東西 想一想孫悟空 想一想林崇利的第十個老婆 第二個都不存在對不對 好 第十個當然不存在可以 所以有人刻畫思想是用什麼 自由的 思想有一個特性是自由的 感覺是被動的 是不自由的 受制約的 了解我意思嗎 好 所以思想的自由性這件事情 自動性自由性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有些人從這邊就開始往前推 所以就講說 那思想為什麼自由 是因為它不受什麼 外在的限制 我可以在此時此刻不想 批 此時此刻不想下雨這件事情 假設它現在下雨 我可以想它是大晴天幻想 對不對 我甚至可以不想大晴天 我想數學 等等 好 所以讓大家有一個感覺是 思想的內容不決定於外在的環境 我想什麼 這件事情不決定於外在的環境 而純粹決定於我們的內部的狀態 這個主張今天要被挑戰 這個主張就是上面講的 思想的內容 以及語言的內容 完全決定於我們的內在狀態 而不是譬如說大腦的狀態 或者是感覺 內在的感覺 而不決定於外面的所有的狀態 也就是外面不管怎麼樣變 沒有辦法決定我此時此刻要想什麼 了解我意思嗎 好 那 這麼樣一個主張 好 那麼這個主張呢 你可以用這樣子的理解 兩個人在同一個時間點上面 具有相同 如果具有相同的大腦狀態的話 那麼他們當時的想法 跟言談的內容 會是一樣的 兩個人 如果他的大腦狀態 是一模一樣的話 他所想的東西 會是一樣的 他所談話的那個內容 語言的內容 會是一樣的 或者是兩個人 在同一個時間點 具有相同的主觀心理感覺 感覺 人人啊等等的 好 這種主觀的心理感覺的話 他的那個思想內容 或者是 談話的內容 會是一樣的 一個是透過 大腦這種內部的物理狀態 來談 內部狀態 一個是從什麼 主觀的心理的感覺 來談什麼 內部狀態 這兩種主張呢 基本上把它併在一起 就是講說 我們的 要想什麼 那個想法 那個內容 跟感覺起來的內容 跟外在世界是沒有關的 而是純粹決定於 要嘛是大腦狀態 要嘛是什麼 主觀的心理感覺的狀態 這一個是我們 要去測試的想法 這想法到底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要被什麼 檢視的 在孪生地球這個思想實驗上 OK 這兩個一模一樣 所以它想的應該是一樣的 根據那個 要被測試的想法 好 我們來刻畫場景 想像 在遙遠的銀河系的 一個星球上面 想像的而已 星球上人們稱為 星球上的人們 在星球上的人稱它所居住的地球為地球 就如同我們稱為我們 所居住的這個 星球叫地球一樣 孪生地球上面 可是為了方便區別 我們叫它孪生地球 好不好 那叫我們這個 叫地球 孪生地球跟我們這個地球 一模一樣 除了一樣東西之外 一模一樣 此時此刻地球上 在北一 在這邊比這個動作 孪生地球上 也有一個什麼 孪生北一 有一個孪生 也在比什麼 這個動作 好 那麼 此時此刻呢 在北一的這門課裡面 有這位同學呢 右手拖篩 在那個地方 也有一個同學呢 右手拖篩 兩個地球的所有東西的擺列的位置是一樣 各個東西跟各個東西 它的 counterpart 就是什麼 它的那個 對應的那個東西呢 是分子對分子的等同 但是 兩個地球就算是這麼樣的相似 它有一個差別 好 行為上也是一樣的 剛才靈蟲衣從這邊走來 那時 孪生地球上的 靈蟲衣也是從那邊走來 再比這樣的動作 好 行為上也是一樣 這好不容易找到的 好 好多地球 所以大腦一樣呢 想法是一樣的嗎 好 然而 兩個地球上 仍有一點差別 孪生地球上稱為 水的 東西 是一種分子結構 非常複雜 但不是H2O 的東西 我們 簡稱它為 XYZ 地球上的水 我們稱為水的東西 分子結構是H2O 孪生地球上 它們稱為水的東西 分子結構是 XYZ 兩個 稱為水的東西 感覺起來 一模一樣 在夏天冰冰涼涼的 它們所處的位置也是一樣 在江河大海裡面 它們功能也是一樣 用來解渴 用來洗澡 用來游泳 它們只有 所以感覺起來的性質是一樣的 被使用的方式也是一樣 可是就是分子結構不一樣 分子結構不一樣 有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實驗場景 想像的狀況 不過聽說好像有一顆 跟地球很像的 有可能存在 不過先不管這個 測試的結果 測試的結果 假設兩個零從一 都是活在16世紀的人 不知道水的分子結構 那麼水這種東西 不僅讓兩個零從一 感覺起來 是一模一樣的 無色無味 透明 等等等等 感覺是一樣的 而且它們會用相同的方式 描述水 可以解渴 可以用來洗澡 具有溶解 許多物質的性質 冰點為色式零度 因此 當地球上的零從一 與孫生地球上的零從一 讓我們稱它們為 孫生零從一 就是 零從一跟孫生零從一 同時說給我一杯水石 兩個零從一的心理狀態 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如先前所說 兩個零從一是 分子對分子的等同 而且是結構上完全相等 所以兩個零從一的 大腦狀態也是一樣的 零從一跟孫生地球上的 零從一 孫生零從一 好 兩個人同時說一句話 或同時想一件事情 麻煩你去幫我倒一杯水來 我裡面談的水我會什麼 感動 孫生零從一也跟孫生零 說什麼 請你幫我倒一杯水來 這時候呢 他們水的 對水的感覺是一樣的 他們會用來描述 水的那個形容詞 是完全一樣的 而大腦狀態是完全一樣的 根據 大腦狀態一樣 主觀感覺一樣 根據我們要測試的那個想法 我們兩個 在講那句話的思想 應該是一樣的 對不對 好 思想應該是一樣 我們兩個句 兩句話 淫於麻煩你幫我倒一杯水來 那兩句話的意義 也應該是一樣的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 可是 可是 會是一樣的嗎 淫於 淫於人很好 淫於人很好 我說淫於麻煩你去木造動物園 幫我牽一頭什麼 場景路來 淫於說老師沒問題 可是他牽回來是一隻河馬 我每次都請淫於說 淫於麻煩你幫我牽一隻場景路來 他每一次都幫我牽一隻什麼河馬來 請問淫於有沒有理解 場景路那個詞的意義 沒有 好 兩個詞 兩個詞 如果指的對象不一樣的話 兩個詞的意義是不會一樣的 淫於這個詞跟淫於這個名字 指的對象一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這兩個字的意義不一樣 事實上兩個字 就算指同樣一個對象 意義也不見得會一樣 對不對 譬如淫於是 淫於這門課最聰明的學生 也是 好 所以淫於這門課最聰明的學生指的是他對不對 對 那北域最漂亮的女生假設也是你 指的也是他 請問北域最漂亮的女生 這個詞的意義跟 林從一這門課最聰明的女生的意義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指向同樣對象的詞 不一定意義不一樣 可是 只要他指的對象不一樣 意義就不一樣 同不同意 請問 地球上的林從一說 淫於請你幫我倒一杯水來 裡面的那個水的字的意義 跟 鸾聲林從一在鸾聲地球上 跟鸾聲淫於說 淫於請你幫我倒一杯水來 聽起來是同樣一句話對不對 裡面的那個水的意義 意義不一樣 不一樣為什麼 在地球上的那個水字指的對象是什麼 H2O 在鸾聲地球上面 指的那個水 指的對象是什麼 XYZ 兩個詞的指的對象不一樣 它的意義會不會是一樣的 不會 那兩句話的意義決定於 它構成它的字詞的意義 這兩句話呢 只要有一個字的意義不一樣 這兩句話的意義就不一樣 這兩句話所代表的思想內容 也就不會一樣的 所以 地球上的林從一說 給我一杯水 以地球上的林從一說 給我一杯水 這兩句話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就算 在這個假設下 這兩個林從一的大腦狀態 是一模一樣的 講出來話還是不一樣的 所以 講話或思想內容 不決定於什麼 大腦狀態 說這兩句話的時候 主觀感覺是一模一樣 它想像的也是一樣的 描述水的方式也是一樣的 描述水的方式也是一樣的 可是說出來的話 卻是不一樣的 所以 你所說的話 你所想的事情 不決定於你的大腦狀態 不完全決定於你的大腦狀態 雖然受你的大腦狀態影響 好 你所說的話 的意義 跟你思想內容 也不決定於你的主觀感覺 這個是 孫生地球的結論 孫生地球的結論 我講得很嚴肅的樣子 好 有沒有人 好 有問題 首先要 要同不同意是一回事 有沒有 大概理解說他要講什麼 這很重要 就是說 好 就是說 我們的思想不決定於 我們自己的主觀感覺 它部分決定於你所處的環境是怎麼樣 但關鍵的是 零從一縮的給我一杯水 以孫生零從一縮的給我一杯水 這兩句話的內容不同 因為它們各自包含了一個內容不同的詞 前者的水指的是分子結構為H2O的物質 後者的水指的是分子結構為XYZ的型 既有不同紫色的兩個詞 意義一定不一樣 就如同大象與河馬 兩個詞的紫色物不同 所以這兩個詞的意義一定不一樣 既然兩句話的內容不一樣 語言或思想的內容 就不全然決定於說話者或思考者的 心理狀態或大腦狀態 就如同孩子是爸爸媽媽生的 他生出來之後 就不是他完全能夠掌控的 的確 我們的這些物理動作 甚至我們的思想 要依平於我們的大腦 而不完全決定於我們大腦 由於我們的大腦所生出來的 當然是它要意味著什麼 卻不完全決定於你的大腦 我們都是由父母所生出來的 可是我們是什麼樣子 不決定於我們 把我們生出來的 產出我們那樣東西 說內容不全然決定於大腦或心理的內在狀態 思想的內容 你在想什麼 你在說什麼 語言的內容 並不代表那些內在狀態 對於內容的決定 全而無關 也不代表 外在因素就必定限定在行為上面 等等 我們先談那個第二句話的意思 當然大腦會對你在想什麼有影響 不相信的話 這位同學 我們插一個筷子 插到腦子裡面攪一攪 它就會有很美麗的 很奇怪的經驗產生 你們怎麼都不會笑 是北一的同學 這個對於大腦 那塊像豆腐一樣的東西 已經很熟悉了 當然大腦 你要不然你吃吃藥 你會什麼 想法都會改變 等等 所以大腦對於你的想法 會有改變的 會有影響的 可是這個思想實驗 只是告訴你說 它不全然決定於什麼 你的大腦狀態 那外在的環境呢 會有影響的 會有影響 可是呢 那個外在環境的影響 也不是什麼 只是什麼行為上面 因為剛才是談說 就算行為上也是一樣 你的想法也有可能是不一樣 對不對 臨從一跟孫生臨從一的行為 被預設是一樣的 可是說那句話的時候 想法跟意義 說話的意義也是不一樣 所以行為主義是有局限的 有局限的 所以這邊說 內容完全決定於外在或外顯的行為 這一個 行為主義的主張 也同樣通不過 軟生地球思想實驗的測試 你們不用抄筆記 這些東西我都會上傳到 FB上面 你們自己去download 可以嗎 那我會貼一些奇奇怪怪的 我的哲學的思想 讓你們什麼 去cut 可以嗎 相關 所以研究語言或 如果你要研究語言或思想內容 在那個思想實驗呢 適得要告訴我 你就不能僅僅限定在 言說者或思考者的內部狀態中 我們必須要同時 考慮被研究者 就是言說的 說話的人 跟思考人 他所處的環境 好 軟生地球思想實驗的結果 扎扎實實的建議 人類的心靈狀態 與心靈之外的世界 存在著深刻的聯繫 任何對心靈語言的 內容的研究 都必須同時包含 主體跟環境 這兩個重要的 作為一個思考框架 在那個思考框架下 你才能看到什麼 一個人在享受 而不是只是什麼 在大腦裡面的 probe 探究 spa 而已 才能獲制全面性的 根本性的理解 而這種理解 不僅僅是以大腦研究的 對象 為研究對象可以獲得 這樣子 有幫助 但是你不是很了解 不是呢 不能完全了解 大家在享受 好 以前的哲學家 像迪卡爾 迪卡爾 那麼迪卡爾對心靈的討論 非常著名 不過他對心靈的討論 事實上有一些預設了 有一些預設 他那個討論的方式 有一種 有一種方式叫做 後來被取名叫內在之眼 內在之眼 我們對於別人在想什麼 大概是用推論的方式 你需要看他的 收集他的行為證據 聽他講話 然後去推論他怎麼想 請問各位同學 你現在在想什麼 你需要什麼證據嗎 我要看看我手怎麼動 我在做什麼 我才知道我在想什麼 這不是 你對別人的想法 你可以這麼做對不對 好 推論 對我們自己在想什麼 是非推論式的 不需要證據的 由於不需要證據的 所以呢 他是稱為直接的 由於不需要證據 因此不可能有錯誤 所以他是Infallible 不會有錯誤的 好 而 這個只有我有的 這叫特權 第一人稱的特權 只有我 才有這樣的特殊方式 知道我自己在想什麼 而別人必須要透過我的行為 來猜測我在想什麼 好 這叫什麼 思想的私有性 好 思想的私有性 這個內在之眼呢 怎麼說 我們可以僅僅透過 reflection 反思 就可以知道 我們自己的 心靈狀態的內容 我們可以僅僅透過 內在之眼 往回看自己 好 就可以確定 我們的心靈狀態的內容 我們對我們自己 心靈狀態 我們具有 認識上的 特殊地位 這是別人不能具有 而我有具有的 一個 認識的 特殊地位 好 就好像一個 內在的盒子 只有我自己看得到 別人永遠看不到 別人只用猜的 好 我對我的心靈狀態 我具有認識上的特殊地位 我不需要證據 就能說我自己在 想什麼 以及我感覺到什麼 而別人需要 訴諸證據 去推論 我的思想跟感覺 孫生地球呢 對這種內在之眼的 心靈觀 跟心靈認識觀呢 它是有挑戰的 思想者持有什麼樣的思想或信念 信念就是你相信什麼 好 那個信念 至少部分的依賴於它周遭的 環境的事物或情形 因此 外在世界 對於心靈的構成 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們幾乎不能 我們幾乎 我們似乎不能僅僅透過 觀察自己的內部狀態 自己內在的心靈舞台 而確定自己的心靈的內容 同學 同學 你隨便講一句話 你隨便想一件事情 這位同學 想一個 林從一是大笨蛋 林從一是大笨蛋 這是剛才他在想的對不對 這位同學什麼叫笨蛋 老師笨蛋呢就是 不是很聰明的 不聰明的就是笨蛋 笨蛋的所有內涵 就用不聰明這幾個概念嗎 他說也不是 老師除了不聰明之外 他反應還慢 笨蛋就是這樣子嗎 後來你發現說 笨蛋這個概念 說不定有一些我還不清楚 所以他剛才在想 你剛才在想什麼 老師我剛才在想 林從一是笨蛋 可是你對笨蛋這個概念 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你對你自己在想什麼 你也不是很了解 現在你要開始去了解說 我到底在剛才在想什麼 聽不懂我講什麼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起我拿你當例子 笨蛋是我 所以你不要以為 你立即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立即在想什麼 因為你所使用的概念內容 不是你決定的 那些認為自己在想什麼 自己在說什麼 完全由自己決定的 你所持的理論 有一個很好玩的名字 叫Hompty Dumpty Hompty Dumpty Hompty Dumpty Diary of Mini 你知道Hompty Dumpty是什麼嗎 Hompty Dumpty Sitting Under Wall 那個蛋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看過 那個卡通 那隻貓 長靴貓 它旁邊不是有一個 Hompty Dumpty嗎 剛開始呢 就史瑞克 史瑞克 史瑞克 第一集還是第二集 的時候 旁邊不是有隻貓嗎 後來那隻貓變主角了 去有一個 然後那隻貓呢 牠有一個從小的伴侶 後來變成對手的 那個像什麼 那個蛋有沒有 那個蛋人叫Homty Dumpty 我還講這麼久 你們才聽得到 你們都是讀書讀瘋了 沒有生活啦 只有讀書這樣講 好啦 不談那個 好 好 內在之夜 人生地球實驗的可能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談好了 好 你先想 我們先停一下 這個思想實驗 很有趣 但不倒不是沒有缺點 有哪些同學呢 你立即覺得 它有什麼樣可能的缺點 有什麼問題 這思想實驗 一定 當我們 當我們講一個東西 一個立場 有問題的時候 通常講的是幾件事情 第一個呢 它的內部的主張 有不一致的地方 譬如說它有1到5個主張 這5張不可能同時為真 這是一種 講它不一致 第二呢 它1到5裡面 至少有一個是假的 第三個呢 跟不一致有相關 就是它蘊涵了一些什麼 不合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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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從一比這個世界上 任何一個人都還要聰明 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 那老師你比你自己聰明嗎 那老師你比你自己聰明嗎 那我意思嗎 這叫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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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蘊涵 所以我們剛才談那個思想實驗 我再強調一遍 我再強調一遍 那思想實驗要測試的就是 我們思想的內容 說話的意義 語言的意義 完全決定於 人的 說話者的 內部狀態 包括大腦狀態 跟什麼 感覺的 主觀感覺的狀態 那思想實驗的內容 是透過兩個地球 除了水的分子結構的差異 其他一模一樣的地球 來說 裡面的零從一 兩個零從一 說給我一杯水的時候 大腦狀態是一樣的 主觀感覺狀態是一樣的 可是兩個字 有一個紫色的對象 那個水 一個是H2O 一個是XYZ 所以那兩個字不一樣 所以那兩句話不一樣 所以呢 思想的內容跟語言的意義呢 不完全決定於 大腦狀態 跟主觀感覺狀態 OK 這是場景 那是結論 有沒有什麼問題的地方 一定有的喔 老師我學過化學 水呢 的分子結構呢 如果不一樣的話 兩個不一樣的話 它一定影響了 水的一些什麼 其他性質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馬上預設什麼 水的其他的性質 是一模一樣的 你了解的意思嗎 這個H2O H3O 就差很多了 對不對 H2.1O 也差很多 對不對 有H2.1O的嗎 等等 好 OK 其實這個可以克服 我們就先不談 傳統上呢 我們最常談的是 那個飼養實驗的問題呢 是這樣子 白蛇娘娘也上過現代化學沒有 它沒有它不是叫什麼H2O H是什麼他都不知道 對不對 2是什麼他也不知道 另外一邊的白蛇娘娘也沒有上過現代化學 所以他也不知道SYZ 所以他不知道水的分子結構是什麼 所以就一個很清楚的意義上 我不知道這兩個詞的對象是什麼 因此我不知道水的意義是什麼 就如同我不知道 好不好好不好 欸 欸 你知道那個 澳洲的土著語裡面 有一個名詞叫做 BOO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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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查有這個字 BOOBOOK BOOBOOK 是貓頭音的意思 BOOBOOK 你剛才沒有聽我解釋 我跟妳講BOOBOOK 妳說老師妳在說什麼 妳就不知道 不知道它指的對象 妳就不會知道那個字的意義 我們的白蛇娘娘 沒學過現代化學 所以她不知道水有指的對象 所以她不知道水的意義 你們會願意接受嗎 當她喊出 讓大水淹那金山寺寶 淹死那個妖身凸裡伐海 她不知道她自己在說什麼 因為她不知道水那個字的意思 有秦始王說 李斯倒一杯水給我吧 她不知道秦始王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還有水跟水有關 三國裡面那一堆人 在赤壁不知道打什麼仗 還有什麼 三國家門不入那個叫什麼 大蟲 大魚 她也不知道她在幹什麼 妳能接受這樣的結論嗎 好像不能接受 可是我們那個論證是有這樣的預設的 這我好不容易找到的 你看很帥的白蛇跟青蛇 那個凸裡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用凸這個字 製作之捏 這是蝦冰蟹醬 這是木頭科的 很酷喔 我喜歡她的表情 白蛇的表情 這女性主義應該寫一個分析喔 來分析這個 好 有沒有問題到這邊 我再強調一遍 我最喜歡的這一個結論 一個結論或者一個寓意是這樣 雙生氣球 你自己所說的話 你自己所想的事情 不全然決定於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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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用說後果 後果更不是決定於你自己 也就是語言跟思想的內容是有什麼 公共性的 是有公共性的 她呢 她一旦話被說出來 她的對 錯 以及她的意義 以及她的內涵 以及她的衍生 是有 大眾的面向 公共的面向 不完全決定於你自己 的部分 應不應該這件事情 在語言跟思想的面向上面 它的力道 有部分是來自於 大眾跟外在環境 可是 我們來玩另外一個 思想實驗 不是玩 我稱為 嵐生夫妻隊 要測試的 思想現在是這樣子 思想以及語言內容 完全決定於外在環境 剛才是完全 要測試的是 完全決定於什麼 內在環境對不對 內在的狀態 現在我們所說的話 是不決定 完全不決定於你 而是決定於別人 決定於外在環境 這要測試 測試的場景叫做 嵐生夫妻隊 跟我們剛才的場景很相似 只是讓一點小劇情 楊世奇是某個人 楊世奇跟觀蘭花 是地球上的一對夫婦 是地球上的一對夫婦 嵐生地球上 剛才在那個嵐生地球上 這個嵐生地球跟地球 這個我們剛才描述的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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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水也是一模一樣的現在 除了水也是一模一樣的現在 兩個嵐生羊旗士的關係 就如同 淵從一跟嵐生 Crohn's 淵從一的關係一樣 兩個觀蘭花的關係 一同 那我們分別稱為 嵐生地球上的那對夫婦 為 嵐生羊旗士 跟嵐生觀蘭花 兩個觀蘭花都是太空園 中國大陸叫羽航園 日本的台灣也叫宇航 分別為各自的地球太空總署工作 聽得懂嗎 有誰會弄星際爭霸戰的片頭曲 哼一下吧 你們都連星際爭霸戰都沒看過是吧 有一次出太空任務 仿航的過程發生了某種錯誤 觀蘭花去了孫生地球 孫生觀蘭花來到地球 聽得懂嗎 觀蘭花去了孫生地球 孫生觀蘭花來到了地球 然後回家了嘛對不對 兩對夫妻會覺得怎麼樣 除了久別重逢的感覺外 四個人都不會覺得 感覺有任何差異 楊騎士會將觀蘭花 當作觀蘭花 觀蘭花會把孫生楊騎士 當作楊騎士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 孫生楊騎士與孫生觀蘭花身上 當然楊騎士說 觀蘭花我愛你 這個觀蘭花指的是 遠在孫生地球上的那個觀蘭花 而非處於地球上 這個與它互動的觀蘭花 我愛你 我是楊騎士你是觀蘭花 我抱著你說 啊我愛你觀蘭花 他說的觀蘭花是指哪一個 好像應該是孫生地球上哪一個 觀蘭花我愛你 我講的是它 我心裡想的應該也是它 好你們願意接受嗎 我為什麼找你啊 不找個女孩子 好了 現在是本思想實驗的關鍵之處 兩個觀蘭花是分子對分子的等同 因此以孫生觀蘭花取代觀蘭花 無論多久前取代 楊騎士所在的環境 都不會有任何可觀察的改變 這個觀蘭花事實上是 孫生觀蘭花對不對 孫生觀蘭花跟觀蘭花是一模一樣的 或者是 anyway 或者倒過來說也可以 楊騎士跟孫生楊騎士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對我們來講 外在環境也都沒有變 可是我說出來的話 卻什麼 意義不一樣 意義不一樣 意義一樣嗎 一個指的是遙遠的 軟身地球上的 什麼 觀蘭花 一個指的是什麼 另外一邊的什麼 這邊的觀蘭花 好 我要念經了 如果語言的意義全然決定於外在環境 那麼如果語言的習得或行程的環境不一樣 語言的意義就不同 反之如果語言習得或行程的環境一樣 語言的意義就會相同 但是 觀蘭花 我愛你 這句話 在楊騎士的口中 與在孫生楊騎士的口中 意義完全不一樣 我們剛才說過了 而他們所處的環世界 在物質構成上 卻完全一樣 所以上述兩句話的意義上的差異 不一樣 要用什麼樣來解釋呢 是無法純粹以外在的物理因素加以解釋的 如果不能以純粹以外在因素 環境因素加以解釋 只好說 他們之間是來自於思想內部的某些因素 而這思想內部的某些因素 又不能是大腦的因素 也不是行為上面的因素 結論是這樣子 你看看 我知道你還是需要消化跟推論 但是我先把結論講出來 人呢 有 人的思想跟語言 人的主觀狀態 有一點是 物理世界 沒有辦法說明 那一點呢 那一點呢 那一點 是什麼不曉得 有一個部分 是沒有辦法化約到 化約到物理 用物理的語言來加以描述 不管你的物理學發展得在全 你都沒有辦法去掌握 心靈的某一個主觀的面向 我們講主觀性 subjectivity 那一點上面 好不好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 我今天只是 把思想實驗 很著名的兩個思想實驗 跟大家介紹 好 那裡面的 小的細的推論 以及它可能出的問題 大家有興趣 自己回去好好想想 我把資料盡量上傳到上面去 其實 這句話我本來 有個標題叫做 其實你不了解我的心 在哪裡 就算你了解全世界 也沒有辦法完全了解我的心 也沒有辦法完全了解我的心 有沒有很酷 幹嘛笑 你會說 就算我全世界 沒有一件事情了解 但是我至少了解你的心 你要這樣想 才追得到女孩子 知道嗎 你們都不會笑喔 好啦 有沒有問題 好 不好意思 我們必須要繼續下去 好 這是什麼狀況 第二種哲學方式 我要介紹的 在今天這堂課裡面 叫做論證 argument 有人認為呢 哲學最大的一個特色 或者是皇冠上面的那個珠寶 就叫論證 沒有論證的活動 不叫哲學活動 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因為哲學不僅是意見的表達而已 不僅是意見的表達 哲學更是一種理性的活動 也就是呢 一種為我們的主張 你要提出什麼樣的主張 提供理由的活動 哲學上這個詞叫做正誠 正誠 justification 要使他變成合理的 合理的意思就是要給好的理由 去支持他 好的證據去支持他 這個動作叫做論證 argument 不是吵架 雖然這個字也可以當作吵架 argument 認真 這是結論 如果你只是講這樣子 free the facts free the facts 在英文裡面當然是奇異的 不過這邊的意思是講說 好 有關於科學研究呢 這件事情 應該是免費的 讓大家可以獲得 而不是我們要花錢去什麼 把科學研究的結果呢 去買來 我們才能知道的 如果你只有意見 我們常常會 有意見你會非常 只有意見沒有理性 正誠 是非常危險的 譬如說有些人呢 講話很會跳躍 我跟你講 種族主義就等於什麼 物種主義 物種主義就是等於什麼 性別主義 說啊啊啊啊 他講話很快跟我一樣 所以你也來不及反駁他 他就過了 然後他也 由於他講話很好笑 所以呢 大家就相信他 然後他就當總統 有沒有這樣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比什麼 用論證 當總統的可能性還高 我跟你說 好 這個國家主義 國家可以 納粹可以 國家可以變成 集體意識可以 靈教於個人意識 假設呢 你不重視理性批判反省 這種事情都是可能的 如果只是這樣講的話 我們剛才講 free the facts 是什麼 你只是講結論而已 表達你的立場 跟意見 但是你如果說像這樣子 這是一個什麼 圖表化的 論證形式 你看我們呢 用我們大眾的錢 去支柱科學家做研究 做研究之後 用我們大眾的錢呢 事實上期刊呢 去進行什麼 這個期刊審查 期刊審查出版之後呢 那我們還要補助他進行什麼 期刊的出版 可是大眾呢 卻還要花錢 去買這些期刊 閱讀這些期刊 你說有道理嗎 沒道理 所以呢 我們期刊應該免費 這是一個論證 這是一個論證 換句話說 哲學不僅是將 你的主張說出來 而是必須要將你為什麼 如此主張的理由 舉出來 並且說明這些理由 可以支持你的主張 就是你的主張是這樣子 你的理由是這樣子 你還要說這一理由 為什麼可以支持你的主張 為主張提供理由的活動 就是論證 對我們來說 更重要的一點是 論證可以讓我們各深入的了解 深藏在我們思想中的預設 待會我會說明這一點 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 論證不僅是要反駁別人說 檢查別人的想法 你到底正不正確 他同時可以對你自己的 某一些想法 進行檢查 這叫閨謬的方式 我們待會我會說明 所以論證是一種 以理由支持主張的活動 用來當作理由的 稱為前提 理由所要支持的主張 稱為結論 研究什麼樣的原則 可以用來決定 論證的有效無效 要稱為邏輯 所以有效論證 邏輯的方式 邏輯就是要找出 有效的論證形式 我們這個就不談了 如果你們有興趣 我們 好好來談邏輯 我就是教邏輯的 基本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什麼是一個好的論證呢 就是前提都為真的 有效論證 什麼是一個有效論證呢 具有有效論證形式的 論證叫有效的論證 什麼叫有效論證形式呢 就是當 某一個論證 具有有效論證形式的時候 當前提都為真的時候 結論不可能為假 所有的男生都是笨蛋 零從玉是男生 所以零從玉是笨蛋 這一個是什麼 有效還無效 有效 雖然前提是假的 對不對 好 零從玉怎麼可能是 不是 男生怎麼都是笨蛋 這樣子 你笑什麼 不好意思 我們等一下會脫 說 所以呢 前提1 2 3 支持結論 理由 前提是理由 主張是結論 沒問題嗎 好 那常見的有效論證形式 很多 有效論證形式是無限多的 那這是幾個很基本的 有效論證形式 第一個呢 是MP規則 如果P P是句子 PQ這邊都是句子 如果P則Q 是真的 假設它是真的 給定它的前件P 那你可以得到它的後件 就是呢 給定一個條件去 肯定它的前件 你就可以曾經它的後件的 MP規則 modus ponens 另外一個呢 是 如果P則Q 同樣的一個條件句 否定了它的後件Q 你可以否定它的後件 如果零從玉是個大東瓜 那麼零從玉是顆大西瓜 零從玉不是個大西瓜 所以零從玉不是個大東瓜 聽得懂嗎 所以 偶數都可以 算了 不要用數學 數學的例子 是最好用的 我們先不談 選一三段路 如果P則R 如果Q則R 要嘛P要嘛Q 要嘛Q 非常好 如果你是個男生 你會死 如果你是個女生 你會死 你要嘛是男生 要嘛是女生 所以無論如何 你都會死 這叫雙刀論證 雙刀論證是最漂亮的論證 因為它講起來 聽起來很好聽 要嘛你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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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也會這樣 不管怎麼樣 你就會是這樣子 聽得懂嗎 好 你要嘛愛我 要嘛恨我 愛我你會想我 恨我你會想我 無論如何你就是會想我 有沒有問題 好 好 床間的無效論證行事 這叫肯定 給定一個條件去 肯定了後見 用來肯定前見 這叫肯後 謬誤好 肯定後見 你就肯定前見 每一次有人 進這個房間 這房間的燈就亮了 欸這房間的燈亮了 所以有人進入這個房間裡面 好了又再用那個笨蛋的例子 如果林從一是個水煮蛋 那麼它就是個笨蛋 所以林從一 林從一是個水煮蛋 笨蛋 所以林從一是顆水煮蛋 這是無效論證 常見的 聽得懂嗎 如果P則Q 對不起 我剛才講錯了 那是第二個 第一個是 如果P則Q 那麼 否定了前見 你不能直接否定後見 誰跟舉個常見的例子 不是我這樣那麼奇怪的例子 如果你是北一的學生 那麼你一定是聰明的 你不是北一的學生 所以你是不聰明的 你說老師天哪有這回事 好不好 好 第三個呢 你要Coffee or tea Coffee 所以不是T 不一定好 不一定 那看你那個O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如果PQ你只能二折一 你不要P 你就可以推出Q來 你不要P 可是PQ你要什麼 對不起 因為這個O是一個 一個不鋪斥的O 所以我們就不談這個部分 我們剛才說過了 有效的論證 注意聽我這邊 如果你學邏輯 你就會掌握一些規則 這些規則 讓你去判斷 而且是什麼 決定性的判斷 而且是機械性的判斷 像數學一樣 某一個論證呢 它到底的論證的形式 是有效的還是無效的 學邏輯的目的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什麼叫做有效的論證形式呢 就是 前提為真的時候 結論 結論 不可能為假 對不對 不可能為假 它同時也幫助你一件事情 就從一組你的前提裡面 去推出一些什麼 結論來 合邏輯規則的推出來 也就是它變成有效論證形式 注意這邊 這邊是關鍵點 假設你學了邏輯之後 你就可以從你的想法裡面 去推出一些結論出來 你的想法本身 或許你不知道它是什麼 真或假 可是你學會邏輯了 你從這堆你不知道 真或假的你的思想裡面 推出一些結論來 你卻發現它是假的 這代表什麼 比如說老師你講了這麼一堆話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我學會邏輯 我從你的話裡面 開始去推出來 一些結論 我發現這些結論居然是假的 代表什麼 我學會邏輯推出來 是合邏輯的 叫做有效論證形式對不對 有效論證形式的 定義是什麼 各位同學 當前提為真 都為真的時候 結論不可能為假 可是你會發現 結論是假的時候 代表什麼 前提至少有一個是什麼 假的 這是學邏輯的最大好處 好 學邏輯的最大好處 如果一個論證 的結論是假的 那麼它要不然是一個 無效論證 要不然它的前提中 至少有一個是假的 換句話說 如果你可以決定 某一個具有 假結論的論證 是有效的 你便可以決定 它的前提 並非全真 如果一個論證 的結論是假的 要不然它是一個 無效論證 要不然它的前提中 至少有一個是假的 換句話說 如果你可以決定 某一個具有 假結論的論證 是有效的 你便可以決定 它的前提 並非全真 這個揭發前提 含有錯誤的方式 稱為 歸妙法 reductive of absurdum RA 好 RA 各位同學 這是一個 非常有用的方式 去檢查自己 思想隱藏的錯誤 隱藏的前提 錯誤的前提 以及別人的 好都可以 我們馬上舉一些 例子上非常著名的 有趣的例子 聽到有趣 精神有沒有好一點 很有趣喔 真的 歸妙法 好 我自己用一個瞎掰的 你要不要就是 你要不要不是南部人 就是北部人 如果你是南部人 就是民進黨的始終派 如果你是北部人 你是國民黨的始終派 無論你是民進黨的始終派 或是國民黨的始終派 你說是政治的 政黨的始終派 政黨的始終派 都是政治偏執狂 所以無論如何 你說你是個政治偏執狂 你是政治偏執狂嗎 不是 所以他前提有假 這是一個有效認證 前提假的地方太多 假的前提太多了 對不對 第一是false dichotomy 錯誤的二分寶 為什麼我不能是馬祖人 我一定要是你南部人或北部人 我可以是什麼東部人 對不對 好 第一個是這樣 第二個是 為什麼 為什麼我是南部人 我就是民進黨的始終派 我是不care政黨政治的 對不對 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等等 每一條都錯 好 每一條都錯 這太簡單了 對不對 有些是蠻難的 有些是蠻難 下面就蠻難 有些講說 剛才很簡單啊 等等的 下面 潔力類的鐵球 聽過沒有 幹嘛用麥克風 古時候呢 從亞里斯多德以來 是亞里斯多德之前 大家都相信一件事情 當然什麼 越重的東西什麼 重跟輕的東西往下丟的話 重的東西先什麼 著地嘛 對不對 好 先著地嘛 有人 小時候 不相信這件事情 你說老師 你當然是什麼 小時候我就知道 這是什麼 小時候我就知道 什麼 同時會著地的舉手 一定是騙我的 洪比薩斜塔 同時放下兩顆鐵球 一顆是重重的大鐵球 一顆是輕一點的小鐵球 請問哪一顆會先著地 從亞里斯多德開始 到傑里斯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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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傑里斯多德 之前的所有的人 以及之後的許多人 都相信大鐵球 會先著地 但是傑里斯多德 推翻了這個想法 推翻的方式 不是進行實驗觀察 而是去個論證 透過歸謬法 他不是真的去實驗 他是坐在那邊 用想到 推論的方式 就推論出了 這個物理法則 好 推論的這個物理法則 有誰告訴我他怎麼做 好 還是我唸好了 不要快一點 想像我們在兩顆球之間 細上一顆 一條細細的線連結它們 如果重的物件 下墜的速度 會比輕的快 那麼這一顆 輕的鐵球 下墜的速度 會比重的鐵球慢 這是假設 好 根據那個假設 輕的鐵球 因此會拉著重的鐵球 減緩到的速度 因此兩顆鐵球 連在一起的 兩顆連在一起的鐵球 下墜的速度 會比一顆大鐵球 下墜的速度慢 單單的一顆大鐵球 會比較快 兩顆連在一起 輕的鐵球 會拉住什麼 重的鐵球 因此速度會變慢 另外一方面 讓我們將兩顆 一樣的大小鐵球 用連接它們的那條線 本來那條線 把它綁起來 綁得很緊很緊 變成一顆大鐵塊 在這個情形下 這兩個鐵球 變成的大鐵塊 的重量 當然比單單一顆大鐵球 重 因此大鐵塊 下墜的速度 根據那個假設 應該比單單一顆大鐵球 下墜的速度快 結論是 如果兩個物件 下墜的速度 比輕的物件快 那個假設 從這假設裡面 你要推出一個矛盾 什麼矛盾呢 那麼連在一起的那兩個大鐵球 既比大鐵球 連在一起的那兩個球 就既比大鐵球 下墜的速度 快 又比它慢 於是我們從重的物件 下墜的速度 比輕的物件快 這個想法導出了一個矛盾 一個不可能為真的結論 矛盾就是不可能為真的 結論 所以重的物件 下墜的速度 比輕的物件快 這兩個 這一個人們相信千年的想法 被推翻了 聽不懂 這一個歸謬論證的舉實 兩顆鐵球 兩顆鐵球 一大一小 對不對 一大一小 你用線連在一起 它的重量怎麼 也是一樣的對不對 你用線 同樣一根線把它綁在一起 重量也是一樣的 對不對 好 那麼 可是根據它的假設 如果你用什麼 用連在一起的方式 一大一小鐵球 它下墜的速度 又輕的會拉住什麼 重的嘛 比單單一顆大鐵球 兩顆連在一起 它會什麼 大鐵球會比較快著地 兩顆會比較慢 對不對 好 可是那個鐵線 如果把兩顆纏在一起 再跟這一個大鐵球 一起放下去 根據那個假設 這兩顆應該是什麼 比較快什麼 下在地上 這個會比較慢 好 可是它連的方式 應該不會影響它的重量 所以呢 這兩顆 連在一起 既比它什麼 快 畢竟要慢 又比它快 這是一個矛盾 所以它必須要是什麼 同時在地上 好 就推翻的那個什麼 重的比輕的 更快著地 這個我們說過了 1等於0.9的無線循環 好 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的證明 但是你也可以用我們上次談的 好 如果呢 1真的不等於0.9的無線循環 一般直覺我們說1大於0.9的無線循環 那麼 1-0.9的無線循環 一定有一個距離 一個差 這個差可以什麼 十等份 所以那個差呢 不能 好 存在 好 因為它一直要往前走 那個距離已經要往前走 這也有我們說過了 這是數學上面的歸謬法 各位同學 數學歸謬法不是歸謬法 不是 數學歸謬法不是一個歸謬法 好 那個 以後我們再談 好 有機會 好 比較有趣的 最後有一個更有趣的 這個是羅素的理法師悖論 欸 我們也講過嘛對不對 有時候呢 矛盾呢 並不是那麼直接看出來 有時候一句話就是矛盾 可是這句話的矛盾性 卻沒有辦法直接從這句話 看出來 必須要看它什麼 推導出來 什麼東西 好 所以 在一個島上呢 一個理法師呢 添出了一個廣告牌 這廣告牌是 我替 這個 島上的所有 不替自己 理頭髮的人 理頭髮 而且我只替那些 不替自己 理頭髮的人 理頭髮 這句話有什麼問題 你再加上一個前提就好了 這一定是真的前提 這個理法師要不要替自己 理頭髮 要不要不替自己 理頭髮 這有兩種可能性 這叫雙刀論證 前面那一個是我們要檢查的 主張 就是呢 我會幫我們島上 所有不替自己 理頭髮的人 理頭髮 而且只幫那些人 理頭髮 你如果你自己 幫你自己理頭髮 我就不幫你理了 你如果不幫自己理 我就幫你理 你有沒有懂嗎 好 那這個是一定真的前提 所以加進來 從這兩個前提 你就可以推出這個矛盾來 如果理法師不替自己理頭髮 他就要替自己理頭髮 這是一個矛盾 如果呢 他替自己理頭髮 他就不替他自己理頭髮 這是一個矛盾 兩個矛盾 加起來還是矛盾 前面兩個 A 跟B 那兩句話是前提 推出一個矛盾來 有效的推出一個矛盾來 這兩個前提 至少一個是假的 第二個不是假的 所以第一個是假的 矛盾 好 我會幫我們島上 所有不幫自己理頭髮的人理頭髮 而且只幫那些人理頭髮 這個邏輯師是這樣子 所以集合呢 構成的條件是這樣子 他的成員呢 是他不屬於他自己 他會有一個矛盾 Bertrand Russell 不懂 他的 道德觀跟我們很不一樣的 不過他那個 這個人極端聰明 獲得 諾貝爾獎文學獎 不過他是用哲學史的方式 最後呢 我們的例子 叫做 律師補習班 老師跟法官 聽得懂了嗎 那個公證是這樣子 畢業後 如果學生 第一次官司打贏 他會律師補習班 那麼學生就要繳交學費 你說進來 先不用繳學費 但是我們先定約 同學生也都同意了 畢業後 你去打官司 打贏了 你再交學費 打輸了 你就不用交學費 這補習班老師也是夠自信的 夠氣派了 聽得懂嗎 這約聽得懂 好 聽得懂嗎 他的論證 這叫雙刀論證嘛 好 法官大人 你審都不用審 不用看什麼證據的 我用純邏輯 就可以讓你什麼 第一 如果我告贏了 代表是這個學生 官司打輸了 對不對 那我打官司的訴求 就是他要賠學費 所以他要給我學費 要不然我打輸了 是我學生打贏了 對不對 那根據 之前他跟我們 補習班訂的合約 他就要什麼 繳學費 要不然他打輸 要不然他打贏 打輸也要給我學費 打贏也要給我學費 所以他無論如何 都要給我學費 聽得懂嗎 你是學生怎麼辦 有一次故事是我編了 所以我用規定說 他一定要來打 按照現在的確是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把那個放寬一點好不好 就算代理他的 也算他自己 這樣子 好 來 學生 老師跟學生的論證 都是有效論證 也就是全體為真 結論一定為真的 好 論證 因此當兩個論證合起來 兩個有效論證合起來 也會是一個有效的論證 會變得比較複雜 兩個論證都是前提為真的話 結論也會為真 所以 加起來 這麼複雜的前提推出來的結論 也應該是什麼 為真的 所以這個加起來的論證是這樣 要把老師打贏這檔官司 要把學生打贏這檔官司 如果老師打贏這檔官司 那麼依照繳費的約定 學生得繳學費 然後依照法院的判決規定 學生並不需要繳學費 所以無論如何 學生必須繳學費 同時也不必繳學費 它是一個矛盾 好 前面到底誰錯 什麼地方錯 有效論證 前提真的話 結論一定要為真 可是結論是矛盾 所以前提至少有一個是假 哪裏出錯了 回去把它當一個作業 告訴我 你的想法